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可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今天我要讲的武器秘密故事 系列当中的这个故事 神奇大峡谷 这是由高洪波爷爷创作的 樱桃炸弹和豌豆射手 刚经历了一场战斗 挺累也挺紧张的 来到后院的草地上散步 这时候啊 他们不约而同 看见了一辆奇怪的汽车 嘘 小朋友不要告诉他们 这是什么车呀 樱桃兄弟喊道 上车看一看 左车闯一闯 按响大喇叭 开车向前方 樱桃兄弟 拉着豌豆射手 刚进到车厢里 就只见眼前一闪 又一亮 这是来到什么地方了 后院的草地不见了 却看到一片荒凉的山野 有牛群呼呼地跑着 脚下是一座陡峭的峡谷 群马飞奔 扬起一阵阵的尘土 樱桃兄弟问豌豆射手了 你说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呢 这时候 想起一个快乐的声音 欢迎你们 我的植物战士兄弟 樱桃兄弟扭头一看 是根长着好几片叶子的绿色植物 说草吧 它不是草 说花又不像花 这棵植物挺大方的自我介绍 我是你们的新伙伴 我叫闪电芦苇 感到樱桃炸弹有些不相信自己 闪电芦苇又补充一句 我能发射快速闪电 僵尸一碰到就会到下一片 欢迎你们乘坐时空穿梭机 来到美国西部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我和能量斗一起欢迎大家 这个闪电芦苇说话真奇怪 樱桃兄弟好奇地问了 可谁是能量斗啊 能量斗也是咱们植物战士的新伙伴 不过他爱躲爱藏 轻易不露脸 闪电芦苇快人快语 一口气说了好多话 这时候草丛里响起一阵鸡鸡鸡的叫声 有一只小鸡 小鸡探头探脑朝这边看着 豌豆射手感到不自在了 我不喜欢小鸡 我怕它们啄脑壳 樱桃兄弟一拍胸脯 哎呀小鸡仔不可怕 我们去找鸡妈妈把它送回家吧 草丛里的小鸡 好像听懂了樱桃兄弟的话 鸡鸡声变得更大了 植物战士们顺着小鸡的叫声 一步步寻找过去 可是啊 它们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巨大的危险症 一步步的逼向它们 樱桃炸弹 豌豆射手和新结石的伙伴 闪电炉尾被小鸡叽叽叽的叫声领着 在峡谷中绕来绕去 小鸡的叫声分明在眼前可就是追不上 不一会儿啊 鸡叫声又大起来 而且前后左右都响起了叽叽叽的声音 好像一群小鸡在啄空气 声音有可怜变得粗野 甚至带着一种让人不安 不安的威胁 莫非 是僵尸社的圈套 樱桃兄弟停住脚步 跟伙伴们商量 我看咱们别管小鸡了 先从峡谷走出去吧 突然 一个身影闪过 这个身影不断地把小鸡抛了起来 仔细一看 是个带牛仔帽迹花围巾的西部僵尸 他边抛鸡边叫道 我是鸡贼僵尸王 小鸡就是我的枪 一口一个绿豌豆 樱桃能吃一大框 原来是鸡贼僵尸啊 小鸡真的是他的武器呢 大家使劲往后躲小鸡 左躲右躲躲不开 闪电芦尾被咬急了 哗地释放出一道电弧 小鸡们被电得东倒西歪 叽叽叽地推了回去 这时候啊 闪电芦尾大声地叫道 能量斗小朵花 我们一起找到他 默默能量斗本领就变大 快快快快 樱桃兄弟和豌豆射手也跟着喊 能量斗快现身吧 快来帮帮我们 闪电芦尾又发出一道闪电 在点光中 指尖从石缝中 钻出一颗神奇的豆子 樱桃兄弟摸了一下 没什么感觉 真的是能量斗吗 闪电芦尾说 能量斗对你没有用 你让豌豆射手试一试 豌豆射手过来一摸 能量斗突然消失不见了 而他自己却变得无比的强壮 头顶紫钢盔 枪口变大变粗 变成什么了 变成一个特别了不起的 豌豆卫兵了 这可是豌豆射手心中的偶像呢 豌豆卫兵开始射击 猛烈的火力暴雨般的扫向鸡贼僵尸 这天他惨叫了两声 就被消灭了 大家开心地笑起来 庆祝自己的胜利 突然一阵钢琴声响起 叮叮咚咚 谁在大峡谷里弹钢琴呢 我不告诉你 明天晚上请继续收听 睡前故事 但是还是要跟小朋友分享一下 美国西部的牛仔们呢 都有牛仔帽 牛仔们的生活非常的艰苦 牛仔帽不仅可以帮助他们遮风挡雨 还能当作水瓢啦 饭碗啦 还有枕头来使用呢 你有一顶西部牛仔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